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 新約的靈 兒子的靈 你知道舊約聖經最後一句話是什麼嗎 我要使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父親轉向兒女的未來的詛咒全地 新約的靈 兒子的靈 神要我們真正成為兒女 請看 我們必須擁有新約的靈 雖然你的頭腦很懂律法跟恩典 但是你的靈依然可能是舊約的靈 你很懂恩典跟真理在一起 律法在一邊 你很懂什麼叫做耶穌成就這一切 可是你仍舊很可能活在一個 舊約態度裡面 讓我們來看經文 請看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到五十四節 他們到了撒馬利亞的一個村莊 要為他預備那裡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 他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 主啊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消滅他們像耶利亞所做的嗎 你看 這是耶穌最核心的兩位 雅各跟約翰 他們去三百里亞一個村莊要為耶穌預備 可是那些人因為他不接納耶穌 不接待耶穌 所以雅各就說 約翰就說 主啊 我們要像以利亞一樣 把火從天上扣下來燒滅他們嗎 拜託 他們旁邊 他們為恩典跟真理的那位主預備的地方 可是他們要燒滅人耶 請看下一頁耶 耶穌怎麼責備他 耶穌轉身責備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你們的靈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性命乃是要救人 所以就往別的村莊去了 也許我們生命中有些人不接待耶穌 所以你就想要叫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嗎 不是 如果有人不接待耶穌 耶穌就還是愛他 耶穌就不要去那個村莊就好啦 這是新約的態度 可是我們很多時候 你跟新約的主 你跟這個會得勝的主 充滿了愛的主在一起 你還是用那個態度去要燒滅別人 我求求幫助我們有真正新約的靈 兒子的靈 請看下一頁 我們起來念羅馬書八章十五十六節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不是奴仆的靈 人就害怕所受乃是兒子的心兒子的靈 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於我們的心同正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不再是奴仆的靈 奴仆的心就是 你要努力爭取工作 你才能夠拿到 奴仆就是做得好 就有獎賞 沒做好你搞不好連晚餐都沒得吃 睡覺都沒得睡 那是奴仆的心奴仆的靈嘛 但是兒子的心兒子靈是什麼 你就算功課考得再怎麼爛 你回家就有飯吃 你還是有房間睡啊 也許你會被管教 難道因為你功課很爛 然後隔壁小民功課很好 所以明天隔壁小民變你爸的兒子 然後你被丟在路上嘛 不會這樣嘛 雖然當然我們有些 父母會威脅你這樣 但你放心這些事 還是不會發生在你生命當中 但是如果你有特別發生過這種狀況 你可能需要先列在意志 那是另外一個題目了 好 所以你看這邊是奴仆的心 兒子的心 奴仆的靈跟兒子的靈的差別 你要有兒子的靈 人家不接耐你就愛他嘛 但是你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你以前有很多奴仆的心奴仆的靈 神要幫助你恢復 從你的心裡面呼叫阿爸父 我們就可以去愛人 人家跟你不一樣 你還是可以愛他 我們看下一頁 加拉太書四章六到七節 你們既為兒子 上帝就拆他兒子的靈 進入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可見從此以後 你不是奴仆乃是兒子的 即使兒子就靠著上帝為後死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們講要簡單一點 你是個富二代嘛 你超有錢的 因為你的父神充滿了豐盛 所以你不用再去跟人家爭 比如說好你真的超有錢 你一天你爸給你一萬塊 讓你隨便花 所以你今天中午跟你同事吃飯 然後那個魯蛋多切了五塊 你可能整桌你就請掉了 去擦那個魯蛋的五塊 可是很多人 他們還沒有這個上帝的豐盛 很辛苦 他們在那個奴仆的心 奴仆的靈裡面 那怎麼辦呢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把上帝的慷慨跟祝福 給他們 讓他們經歷那一切 然後他們會說 那我也要有一個這麼棒的上帝 你看 這就是兒子的心 兒子的靈 而不是去跟人家爭 奴仆才會去爭 這是我幹的 我要獎賞 這是你弄的 那個錯是你弄的 這個好是我弄的 真功偉過 我們有兒子的心 兒子的靈 你就是在一個豐盛的父愛裡面蒙福 不用擔心 我們再看下一頁 在律法之下 以利亞毀滅他們 在安典之下 耶穌來救人免於被毀滅 成為基督徒之後 你是不是還是保有律法主義 或是舊約之靈呢 還是 你在神裡面 如果你發現 你還是常常對人家憤恨不已 你還是覺得 不公平 為什麼這些事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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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神面前安息 讓神給你一個 把祂的那個愛 把祂的兒子的靈 放在你的裡面 然後求神給你更多的豐盛 當你很豐盛很榮耀 你會覺得算了算了算了 我也沒有再差那一點點事情 我既然如此的豐盛 如此的美好 我何必跟祂祭教那些小事呢 這就是新約的兒子的靈 神要你知道你是神家裡的人 你蒙福 蒙福再蒙福 根本不用擔心 不用去跟祂祭教那個 小小的知為末節的 小鼻子小眼睛的事情 因為你是神的兒女 讓我為祢祝福 親愛的耶穌 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兒子的心兒子的靈裡面 在新約的心 新約的靈裡面運行 我們不是覺得好像 我要跟別人去真功為過 好的都是我幹的 不好的都是他的錯 我不需要這樣 因為神判斷這一切 而且我不用做得好 神才賜福我 我是神家裡的人 我就可以蒙福 我也希望我們每一位 聽到這樣的朋友 都能夠知道 每一位愛他的上帝 不是說從此以後 你信耶穌就好像一堆的規定 乃是一個白白要祝福你 使你蒙福的恩典的上帝 你可以經歷這一切 你有兒子的靈 你有兒子的心 而且你要把這美好的兒子的靈 兒子的心 新約的福分 分享給這世上每一個人 願上帝祝福你 奉我耶穌名祷告 阿們